罗德曼是一个天生的篮板吃汗 有时候罗德曼会把队友的篮板球收归己有 对于罗德曼有时候甚至会奋不顾身的 争抢队友篮板球的行为 菲尔杰克逊这样评价过 罗德曼甚至有时候会奋不顾身 把队友的篮板球抢走 这是他的篮球基因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球员 如此渴望篮板球和救球 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罗德曼所做到的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有时候 甚至有瑕疵 也会瑕不掩瑜 因为罗德曼生活在一个自己的篮板世界里 罗德曼大学时候也曾经场均25分阵15个篮板 但是罗德曼本身对得分争还提不起兴趣 罗德曼曾经这样对比过得分和篮板球的不同的 我不喜欢得分 这里面没有什么挑战 你所做的就是投篮 哪怕就是竞料 也没有什么让我提起兴趣 虽然说 得分的事情 自从罗德曼进入NBA之后就不怎么懂 但是罗德曼依然很机智地掩藏料自己不会得分的事实 对于篮板球 罗德曼的见解就更加深刻料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篮球 我知道篮板球到底要到哪里去 这就像是你每天都在路上开车 你知道哪里会有转弯 哪里的路崎岖不平 即使你闭着眼睛 你也可以在路上风驰电掣 好吗 嗯 有点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